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与第一次折痕的交叉点 这里压出折痕 这就是三等分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交叉点 这是三等分点 按照三等分点往上折 上面部分往下折 再把它对折 然后分割开 这样就是六等分 然后这六张的折法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演示其中一张 上下边对折 展开 上下边折向刚才的折痕 然后这时候右侧的部分 可以距离这个折痕 留出一小段 右侧的部分可以稍宽一点 这样拼接的时候比较好拼接 我们看一下右侧 稍微往外分开一点 两个角向外折 两个角向外折 大角往下折 展开 沿着点把它往里折 然后把它对折 然后把它对折 好 剩下的部分都折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拿出另一张纸 拼接的时候需要对一下角度 我们找到三等分点 两个角对折 压一下这里 展开 这个往上折 压一下 这个点与右下角两个点之间的连线 往上折 与第一次的折痕 交叉点 这交叉点是三等分点 把右侧的部分折向这个三等分点 只要压一下上面 压一下这里 展开 左右两个边对折 我们把左下角折向 这个折痕 好 这个最后 这个边折向下面的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角度 这是36度 等一下拼接的时候 照着这个角度拼接 剩下的 五张纸 折成这个样子 一共折五个就够了 下面我们拼接一下 把这个倒过来 这里稍微展开 这个纸插进这个纸缝里面 小三角纸缝里面 然后把它对折 这个纸也插到这一侧的小三角里面 这个可以稍微往外拉一下 然后把它塞进去 插进去之后 把它并到一起 然后往里插 插到这个顶端 尽量插到这个顶端 好 接下来 把它分开 看一下分开的这个角度 对比一下这个 下面的边 对齐这个边 上面 然后调整一下 对齐这两个边 36度把它压好 然后剩下的部分都一样 把它拼接一下 拼接的时候注意 哪个朝上哪个朝下 这样一款五角星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